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日本的恐怖片《犬名村》 俗话说如果好奇心太重 很有可能就丢了命 一天深夜 作死小能手炮灰妹带着男朋友狗圣 来到了据说闹鬼的犬名隧道的附近 在犬名隧道的不远处 有一座诡异的公用电话亭 每到凌晨两点 电话铃就会准时响起 炮灰妹接完电话之后 拽着男朋友狗圣就进了隧道 穿过隧道 他们来到了闹鬼圣地犬名村 在犬名村的村口有一块牌子 意思是这个地方不受日本宪法的管制 换句话来说 你在犬名村是死是活 政府都无权公文 进村之后 不知天高地厚的炮灰妹 异常兴奋 脸上写满了活得不耐烦的喜悦 正所谓懒驴上套不辣酒鸟 刚进村炮灰妹就迫不及待地 钻进了那个鸟不辣舌的公厕 狗圣在四周瞎悬磨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关押人的牢笼 和一面写有电力公司字样的镜子 日期是昭和24年 没出门外面突然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就在他蒙圈的时候 犬名村的那些怨鬼掐住了这位不速之客的脖子 听到炮灰妹惨叫的狗圣急忙跑了过去 发现炮灰妹已经彻底被吓尿了 正顾头不顾定地跑向隧道 两人跑进隧道之后 就像肉包的打狗一点音信也没有了 春花是医院的临床心理治疗师 她的一位病人小正太 不仅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而且还能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巧的是春花也具备活见鬼的能力 这个女鬼其实也不是外人 正是小正太的亲妈 春花下班回到家 见到了刚从犬名隧道回来的哥哥狗圣 狗圣说炮灰妹回来之后精神很不正常 想问问春花这个心理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他们的弟弟熊孩子也回来凑热闹 说自己正在研究犬名隧道的事 三人正聊着的时候 他们的老爸从里屋出来了 春花的老爸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总认为他老婆出身卑贱 这三个孩子体内也都流淌着下贱的鞋 炮灰妹自打从犬名村回来之后 整天哼着一首奇怪的歌 说话也语无伦次 明显是受了刺激 熊孩子为了研究犬名村 偷偷的把狗圣摄像机里的硬盘给打走了 硬盘里全是狗圣和炮灰妹 去犬名村时拍摄的资料 炮灰妹最终自杀了 而且就死在了狗圣的眼前 把狗圣当时又吓尿 炮灰妹的惨死让她的父母痛不欲生了 毕竟是跟狗圣在一起出的事 因此狗圣和春花一家人 全都参加了炮灰妹的葬礼 春花的老爸和医生王德白 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根据王德白对炮灰妹的试检 发现炮灰妹真正的死因居然是被淹死的 而且话里话外透露出 这一切似乎是一种诅咒 跟狗圣和春花老爸的祖上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炮灰妹的死让狗圣难受的不行啊 尤其是当她发现炮灰妹已经怀孕后 更是心如刀割 悲痛之情 简直是没法说啊 炮灰妹的死也给熊孩子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本来她一直在研究犬明村 现如今炮灰妹一死 这熊孩子也害怕 担心再研究下去自己也会被诅咒 春花说什么鬼啊 全是封建迷信 咱哥哥狗圣不是活得还好好的吗 根据熊孩子的研究 犬明村是一个从地图上消失的村子 村口有一个被诅咒的电话亭 为了替炮灰妹讨回公道 狗圣带着几个狐朋哥友 再次来到了犬明隧道 可奇怪的是 隧道的洞口居然被大石块给堵上了 狗圣不顾其他人的劝阻 她的弟弟熊孩子也偷偷跟着过来了 熊孩子爬上石块 看到她哥哥狗圣正跳着脚骂街呢 熊孩子说狗圣冷静了 千万别那么冲动 狗圣一看是自己的弟弟也吓了一跳 这哥俩本打算离开这个鬼地方 可犬明村的怨鬼们很快就杀到了 二话不说就把这兄弟俩给绑架了 春花的那位病人小正太的毛病终于找到了 根据小正太养父的反应 原来小正太是抱养的 小正太的妈咪无亲无故 生下小正太之后就挂掉了 但这位母亲死了之后 由于不放心自己的孩子 整天陪在小正太的身边 跟着狗圣来的那几位狐朋狗友 很快就向警方报了案 狗圣的老爸带着老婆和女儿春花 跟着警察来到了犬明隧道的入口处 俩儿子都不见了 春花的妈咪当时就疯了 非要爬过去救自己的儿子 被他老公和警察强行给拦下 春花的妈咪情急之下 罩着自己老公的胳膊吭吱几着一口 这口下去连皮带肉 差点把春花老爸的胳膊给咬断 咬合力异常的惊人 跟着狗圣前往犬明隧道的那三位狐朋狗友 虽然没有进入隧道 但怨鬼们依然没有放过他们 把哥仨淹死在了那个被诅咒的电话亭里 而与此同时 那位曾经给炮灰妹咽过湿的王大白 也因为溺水刺掉了 加上狗圣和熊孩子的失踪 这些事虽然很诡异 但春花的老爸似乎了解其中的猫腻 春花根据他老爸话里话话的意思 了解到他娘家的血脉似乎有些问题 于是他便开车来到老爷家打听情况 春花的姥姥2007年就已经驾喝吸油了 小时候春花和姥姥特别的亲 两人经常在一起说知情话 春花的姥姥可不是凡人的 不仅有活见鬼的超能力 而且还能遇见一些事情的发生 春花之所以能看见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就是遗传了她娘家的基因 这位常年守在家族墓碑旁的鸭舌帽就是一鬼魂 据春花的姥姥说 春花的姥姥当年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是被人遗弃在了他们家的门口 据说当年有一群从犬明村逃出来的村民 春花的姥姥就是其中一位 而现如今的犬明村已经被埋在了大坝的湖水下面 当春花面朝湖水正瞎琢磨的时候 那位他小时候就看到过的鸭舌帽出现了 这位帅哥面尘似水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一看就是那种了解真相的人 果不其然 鸭舌帽拿出了一卷尘封已久的电影胶片 这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关于犬明村的记录 原来这个村子之所以叫犬明村的 是因为村民们祖祖伯伯都是以捕猎野狗为生 被人称之为沙古墨 由于他们残暴的行为 没有人愿意跟这个村子的人借机 但是突然有那么一天 村子里来了一帮城里人 其中就有鸭舌帽 这帮人给犬明村的村民送来了很多好吃的 把村民都搞成坏了 还有人把鸭舌帽和村民东梅撮合到了一块 狼有情媚有意 鸭舌帽和东梅很快就闷得命了 那块前方不受日本宪法管制的牌子 就是这帮城里人竖起来的 原来这帮人是店链公司的 为了在犬明村修建大坝 开始屠杀和折磨这些村民 带头的那位大胡子 正是春花他老爸的爷爷 现在春花和狗圣 还有熊孩子的身世已经很清楚了 他们身上不仅流淌着犬明村村民的血 还流淌着杀害犬明村村民凶手的血 晚上春花回到家 发现他妈咪已经犯病了 由于犬明村的村民适时待在杀狗 因此整个村子都被诅咒了 这些村民的身体里全都带有野狗的基因 而春花的老爸和老妈的结合 其实就是某种因果报应的体现 因此长久以来 春花的老爸一直都很害怕春花的老妈 恐怕哪天被春花的老妈咬死 为了救出自己的哥哥和弟弟 春花首先观看了狗圣拍摄的录像资料 然后连夜开着车来到了那座被诅咒的电话亭 凌晨两点 公用电话亭里的电话铃声准时响起了 春花拿起来一听 电话那头传来了狗圣和熊孩子的呼救声 春花来到犬明隧道的入口 奇怪的是那些大石块已经不见了 估计是那些怨鬼为了方便春花进来找死 临时给搬走了 春花刚走进隧道 鸭声帽再次出现 说有件东西想托付给春花 两人穿过隧道来到犬明村 春花看到地上躺着大批的 被电力公司残害致死的村民的尸体 在一个小木屋里 春花不仅见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哥哥和弟弟 还见到了鸭声帽的女朋友东梅 当年已经怀孕的东梅被电力公司的人关起来之后 没多久便生下了一个女婴 这个女婴不是别人 正是春花的姥姥 春花的太老爷 东梅是春花的太姥姥 鸭舌帽为了保住自己闺女的性命 托人把春花的姥姥带出了犬明村 后来春花的姥姥被人遗弃在了春花姥爷家的门口 当春花抱着还是女婴的姥姥准备逃离犬明村的时候 怨念太深的东梅追了上来 把春花兄妹三人堵在了隧道里 这场戏在时空上虽然有些混乱 但主要想表达的是当年东梅对于孩子的不舍 在东梅的号召下 犬明村的其他怨鬼们也都窜出来了 已经变成鬼的炮灰妹居然也出现在了鬼群中 狗盛说亲爱的 这不是咱俩的孩子 这是我姥姥啊 炮灰妹一听是万念俱灰啊 连死的心都没有了 眼瞅着自己的孩子要被抱走 东梅可不干了 为了掩护妹妹和弟弟 狗盛不幸被自己的太姥姥给咬死了 不过毕竟是一家人的 打来打去也没啥意思 最后在鸭舌帽的劝说下 春花和弟弟抱着姥姥跑出了隧道 来到了他们老爷家的门口 转过天 一对情侣在湖边拍照的时候 发现了已经被淹死多日的狗盛 春花和老爷祭奠完列祖列宗 看到他的太姥爷和太姥姥 还有姥姥劝劝出来 有人可能会问了 狗盛可是东梅闺女的亲外村啊 他为什么要杀狗盛啊 其实这也不奇怪 狗盛身上虽然流着犬明村的血 但同时也拥有电力公司的那位 杀害犬明村村民的大胡子的基因 春花的那位病人小正太出院了 之前我们曾说过 当年犬明村在被大水淹没之前 曾经从村子里逃出了一批村民 这个小正太也是犬明村的后代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看到 他妈咪鬼魂的原因 故事虽然结束了 但这些携带着野狗基因的 犬明村村民的后代 似乎永远也无法解除诅咒了 这部影片的故事搭建 让人有些无法理解 犬明村的诅咒和修建水坝之间 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要把这两件事硬生生扯在一起 总的来说 全片看下来毫无新意 恐怖的桥段也根本不吓人 除了三级彩花的脸蛋和身材 值得一看 其余部分纯粹就是浪费时间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经 鬼片导演青水虫 有些前驴又记穷 最近总是吃老板 这样下去可不行了